哈喽大家好我是日 今天呢我们要来做这个 有点像 垂挂剂的这个发型 那我们开始吧 那么首先呢 还是跟我们之前 做过的发型一样 先把头发 全部都固定起来 今天因为我需要在前面 垫上新鸡包 所以呢我会在 在两个双马尾之前 先在两边 留一些头发 你便于待会用来 遮盖发包 这次新鸡包的部分 我用的是这种 垫头发的 像海绵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 比发包更加扁一点 那么这种发包的 固定方式呢我比较喜欢 直接把 把前面的头发 梳过来 然后跟后面 扎的那个 小辫子 扎到一起 如果是普通的 发包的话呢 大家可以用 一字夹来固定 然后就跟视频里做的一样 把头发分成 上下两个区 然后呢 把上面那个区的头发 扎成两个双马尾 然后再把下面那个区的头发 扎成两个马尾 固定起来 就OK啦 因为我刘海比较厚 然后我又想要比较 就是薄薄的刘海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把刘海扎了一部分起来 这个部分呢 要看大家个人喜好了 然后把刚才扎的两个双马尾呢 折起来固定在脑后 把头发全部都固定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这个 甲发片 把甲发片固定在头顶 然后可以再用一字夹 加固一下 固定好发片之后呢 我们从发片的两边取出两绿头发 这个发量就 就随缘拿就可以了 看大家的个人喜好 然后再把甲发片剩下的头发呢 松松的扎成一个麻花辫 然后把麻花辫盘在后脑勺 用一只夹固定 固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固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这个后脑勺的甲发乱掉 我会习惯于套一个这种隐形的 隐形的隐形的隐形的发网 然后取出一个任何你家有的可以放在头顶的大小合适的发包 大字包也可以就 然后我手上拿的这种发包也是可以的 把它固定在头顶 用U型夹固定住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出刚才我们流出来的两绿头发 把它绕到视频里这个位置 然后先用一个一字夹固定一下 固定好之后前面多余的头发呢 把它分成两股 扭一扭 然后盘在发包的底座上 然后另一边呢 也和这边一样盘好 盘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型的最终效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戴上自己喜欢的头饰啦 这边头饰我就搭配了两套 一套金的和一套银的 金的就比较适合红色呀 就那种颜色比较鲜艳比较重的衣服 然后银色这套就适合蓝色绿色 这些颜色比较清爽的衣服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程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